哪天什麼時候更新啊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碼也沒有差很大啦 但價格還是差的很大的 趁著現在好多大叔都搶到碼了 給那個 那個不對我之前老是放的那個視頻 你們還有算你們自己去搜吧 你們自己去搜 我覺得老放那個視頻也好 你們自己去搜那個 黑牙明月刀 木山檔 測試 六門派 六門派 測評 然後這個視頻 對這個 黑牙明月刀 我教的布山檔六大職業測評 教你選職業 就這個視頻 去看一下這個視頻 還不知道自己要玩什麼 玩什麼那個 玩什麼門派 玩什麼職業的大兄弟 請去自己去看一下這個視頻 我覺得這個裡面還是會給你帶的很大幫助的 我覺得這個裡面還是會給你帶的很大幫助的 他們在說什麼 視頻在哪 我剛剛不是要你們搜的嗎 去搜天涯明月刀 霧山檔 六職業測評 也推薦個職業 就這個視頻 自己進去看 自己進去看 搜這個 自己進去看 一千五積分 用搶馬器搶了幾千都沒 剛才兩次就搶到了 蠻好的 對對六 去看嗎 去那個去看一下 如果說不知道自己玩什麼職業的大兄弟 看一下去看一下 但是我覺得 嗯 嗯 我個人 我個人 我個人推薦你們 推薦你們 可以去嘗試一下蓋幫 剛剛來大兄弟說 如果讓他重新來 他會選 他會選唐門 我看了前半句 我以為後來的句是 他會選李白 如果能重來 推薦蓋幫 推薦蓋幫 蓋幫 推薦是 純屬 我這一切對蓋幫 有點 偏愛的 挺喜歡的 有點天香啊 你們 看你們想打PVP還是PVE欸 PVP還是PVE欸 你們想 你們想刷本 還是想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就是打架呢 選的神威 神威也挺好的啊 我朋友不是說 對 我朋友還說 那我別推薦蓋幫了 他怕蓋幫會削弱 他是打架的 陳世妍 陳世妍是誰啊 我朋友自己玩的蓋幫 我老在直播給大家推薦蓋幫 我老在直播給大家推薦大家去玩蓋幫 然後我朋友自己玩的蓋幫 他跟我說 你別在直播間給大家推薦蓋幫了 我怕蓋幫被削弱 有點霧出她的樣子 像當初度的恐怖 她的容竟然飛 自帶水骨 血清神用江湖走幾路 一步主意就傳輸 我不想輸 就算幸福 沈威是帥啊 沈威是帥啊 沈威帥啊 等一下把你叫個沈威過來 鑑魚 鑑魚花月影 鑑魚 鑑魚 都哪呢 跑哪去了 這麼遠 欸我 我隊裡 我隊裡有蓋幫 這兩個 這個是蓋幫 蓋幫這次 1米8啊 蓋幫這次1米8啊 你朋友來看大球主播 求求求 拿大球主播 大球 这里这里 大乔在这里 主播在这里 大乔主播 大乔主播 小卫来了 神威来了 这个是神威 你们放点技能看看吧 放点技能看看 神威放点技能看看 我其实也蛮喜欢神威的 那你放点技能不是让你需要一个副 讨厌 那你放点技能实力需要一个副 大家你们看一看好了 这是丐帮是神威 但是丐帮是新手 是新手不是 但是大家可以随便看看技能就好了 丐帮就是那种全打脚梯型的 全打脚梯型的 神威的话 主武器是枪 副武器是那个 封剑 枇龟型的 封键 丐帮的 打击感很强呢 那种 打起来有一种全 Dri 当肉的感觉 还是很爽的 我也想玩少女 其实我也想玩少女 其实我真的想玩少女 这个盖帮不太会玩 帮你们叫个会玩的盖帮来 我看会玩的盖帮在不在 你跟盖帮呢 帮你有没有会玩的盖帮有空呢 明天我们就去敌队了 你要干什么 你要去哪 少女是我本命 我也不知道少林什麼時候出 我也不知道少林什麼出 挺想玩少林的 下面要出的是五毒 五毒出完了下一個應該就出少林了 別蹲我 真的是 唐門是不是要守殘島 不適合 唐門的操作難度是所有職業裡面最高的 因為他的主武器是傀儡 你玩不玩英雄聯盟啊 你要玩英雄聯盟的話 可以告訴你唐門有點像發條 像發條的那種 他的輸出機制有點像發條的 就是操縱一個傀儡 他是把傀儡放出去之後 然後用傀儡那個通過操作傀儡來打 打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唐門的操作難度